给你们看看我家的菜 我的蔬菜箱里面只有一根大葱了 好吧 我现在刚刚下班回家 然后准备去超市去买点菜 我家是什么菜都没有了现在 然后刚刚在谷歌地图上看到了一家农村超市 走过去的话呢 大概可能还是要走个20多分钟吧 那家超市我是没有去过的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顺便买点菜 在日本真的没车太麻烦了 因为这边的所有的商业设施的话 都是修建的比较分散的 它不是统一修的 它这样目的也是为了缓解这种交通的堵塞吧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家身后的那条河 然后我的驾照的话 应该在这个月的月底就应该拿到了 准备要考科目三了 考完之后呢 就不用再这么走路了 这个超市我看了一下地图啊 离我家的话大概有四点几公里 我这么慢慢走过去的话 估计可能得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吧 正好这就相当于饭后的一个散步时间 带大家看一看这块吧 这条路我还没有走过 这是一家吃饭的地方 这边也是一条国道 我们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还有四公里 这是他们的乡村的公交车站 好小一个 这块相当于就是日本的一个大山沟里边了 看到了吧 远处全是山 像我工作的地方呢 也是在一个大山的山洞里边 这是一个剪头发的地方 现在是西洋西夏 这边的话都是农民的房子 这有一家中华料理 看到了吗 就是中餐 但是这种中餐都是日式改良以后的中餐 这家中餐馆 这边有一家小的药局 就是药店 这一家卢森 这个国内也是比较常见的 卢森的便利店 然后那个位置好像也是一家西式的餐厅吧 然后这有一家吃饭的地方 这个是一家中国餐馆 看到了吧 中国菜馆 你看他们的车 一溜的全是这种K卡 小盒子车 他们这儿的汽车呢 因为他们在70年代就已经普及了一家一台车了 所以说现在日本的汽车呢 已经过了那种冲动消费的时代了 他们这买车都是实用性为主的 不会去追求什么性能 所以说都是这种很小很小的车 0.6排量的这种K卡 比较多 这边都是他们的居民区 OK已经到了 其实还不是特别远 这边是他们一个卖建材的地方 就是家具的 然后那个就是今天要去的超市 我在谷歌地图上看到说 这个超市是有那个农民直接卖的一些菜 会跟这个超市进行一个合作 所以说他这有一些农民职贡的菜是比较便宜的 看这个超市还行吧 我住的这个小破山沟里面 这个超市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这个超市肯定比不上城里面的那种超市那么好 应该在日本算是比较垃圾的超市了 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 这块有桃子 538日元 相当于是60块钱两颗 买两颗吃吧 水蜜桃 这个是巨峰葡萄 这个是42块钱一盒 然后这个我就说的是长野的葡萄 这一串葡萄是1400日元 相当于是80块钱 84块钱 这一盒是84 再看看吧 这个是日本的哈密瓜 一个是1600日元 相当于90块钱一个 90块钱 这个是李子 500日元 相当于30 37块钱 香蕉 香蕉是日本最便宜的 像这个香蕉的话 五根是12块钱 这个蛮便宜的 这边还有梨 这个梨是36块钱两颗 然后这边还有比较大的水蜜桃 这个水蜜桃是36块钱两颗 这个便宜 这个买两颗 买两颗 这边的西瓜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3218 就是200块钱一颗西瓜 这个是稍微打折一点的 是2000日元 就是120块钱 然后这个也是正常价格的 他们西瓜都是用这种纸盒 给你包装的 本国产 然后这边有菠萝 今天的菠萝是1.3甜度的 那还可以 这个是400日元 24块钱一颗 24块钱一颗 这个是进口的 买一颗吧 车里子 美国进口的 24块钱一盒 买一盒 这边是菜 这个是红椒 红椒是6块钱一个 这个黄椒是12块钱一个 这还有豆芽菜 豆芽菜 2块4 3块钱 买一袋柠檬吧 柠檬是430日元 26块钱 买一包蘑菇6块 买两包 这是他们本国产的大葱 大葱是8块钱 这个番茄便宜 这个番茄200日元 上面有农民的名字 12块钱两颗 买四个 土豆是12块钱 5颗 买点土豆 做咖喱 这有山药 山药 这根是95日元 6块钱 这个蘑菇也是6块钱 再买两包 多吃蘑菇 身体好 青椒6块钱 买两包青椒 这个是263块钱 安瓜 相当于是15块钱 18块钱 18块钱 给大家看看日本的地瓜 日本的地瓜 一个就是500日元 相当于30块钱 一根 这个白菜 6块钱 好吧 水果看的差不多了 再看看别的东西 这些都是一些半冷冻的食品 这个农民超市还是可以吧 东西还是比较齐感觉 买一盒豆腐 豆腐是6块钱 买两盒吧 豆腐 日本的豆腐做的特别好吃 很多 这都是豆腐 对了 还要买一桶油 这桶油是279 相当于18块钱不到 这些是一些泡菜 这些是果冻 低糖果冻 就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果冻 像有咖啡味的 水果味的 牛奶味的 很多 这边有一些下酒菜 我们看看肉吧 这个是章鱼 章鱼现在半价 300日元 18块钱两只 这个是贝壳肉 30块钱 他们海鲜真的太便宜了 这个也是30 鸡尾虾 36块钱虾 这是四生 这一盒四生才38块钱 这边都是磁身 章鱼触手 18块钱 这个是做好的鳗鱼 回去可以直接下饭吃 2000日元 120块钱 然后八折 这边都是各种熟食的鱼 各种鱼 可乐 可乐 可乐是78块钱 相当于4块钱一瓶 跟中国价格一样的 这边是各种 各种鱼 他们这边海产品真的太多了 这边是牛肉 这个是国产的杂交牛120块钱 雪花牛肉 买点猪肉 买点猪肉 这个猪肉36块钱 这边是鸡肉 鸡肉都给你分好类了 像这个是适合做炸鸡块的 这个是适合做菜 然后或者做咖喱用的 鸡肉价格挺便宜的 像这一盒鸡肉的话 是350日元 20块钱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香肠 可以跟火腿之类的 也挺多了 然后这边是黄油 各种黄油 起司 果酱 蜂蜜 这边是他们的酸奶 今天超市人还挺多的 买两盒酸奶 这边是一些熟食 这边是油炸类的东西 这个是炸猪排 18块钱 这个真便宜 炸鸡肉串 36块钱 这是卤的牛肉 18块钱 还蛮多的 这个是油炸大虾 4根 30块钱 炸酥肉 炸酥肉是36 这边是各种果酱 这个是桃子果酱 都是400日元 24块钱一瓶 好多呀 这边果酱 这边就全是啤酒 日本是全球啤酒的第二大消费国 仅次于德国 然后日本的啤酒 是没有任何进口的 所有的啤酒都是他们分锅制造的 日本的啤酒有上千种 真的超级多 这些全是啤酒 看 这些是果味啤酒 12%的果汁 啤酒 全是啤酒 这边也全是啤酒 啤酒 这边就是洋酒 洋酒就全是进口的 怎么样 这个破山沟的烂超市 东西还挺奇的 这个真是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这边都是威士忌 然后这边是日本的米酒 这边是日本的一些点心 铜锣烧 麻花 还有糯米团子 这边是一些素食的面包 买一包茶喝 看看喝什么茶 买一包这个绿茶吧 绿茶30块钱 这边是各种奶茶 奶茶没有汤 这边就全是咖啡 各种咖啡 这边有西马特的咖啡 这个是我现在在喝的 很好喝这个咖啡 超级香 然后这边有各种卖片 这个卖片国内也有卖的 24块钱 跟国内价格差不多 然后这边是各种罐头 日本也是一个罐头王国 全是罐头 这都是水果罐头 这是泡面 这边都是泡面 全是泡面 这边就是各种味噌 不知道大家喝没喝过 这个味噌汤 其实挺好喝的 这边就全是调味料 我要买一包白糖 家里白糖没了 像这还有代糖 看到了吧 找到了500克 这个白糖价格是139日元 相当于是9块钱一包 这边还有卖各种调味料的 包括咱们中国的辣椒 火锅底料都有卖 包括臭豆腐都有 真的挺多的还是 好吧 今天超市就逛到这儿 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零食区和洗发水那一类的 我们就不去看了 我现在准备过去结账了 一会儿到家看看 今天我买的这东西 花了多少钱吧 OK 现在已经到家了 给大家看看 今天我买了些什么 土豆 青椒 柠檬 半个南瓜 又一包土豆 蘑菠 蘑菇 蘑菇 一桶菜籽油 一盒猪肉 蘑菇 蘑菇 一颗菠萝 这个菠萝是印尼产的 因为日本冲绳的菠萝太贵了 这个是美国进口的车里子 这个应该有二两多吧 青椒 两颗水蜜桃 日本的水蜜桃是他们国家引以为傲的 而且我确实吃过之后真的太好吃了 因为我是四川人嘛 其实龙泉翼 就成都龙泉翼的水蜜桃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日本的水蜜桃啊 已经跟龙泉翼的顶级品项的水蜜桃的味道是一样的 真的是又香又甜 非常好吃 虽然说价格比较贵啊 但实际上龙泉翼的最好的那种水蜜桃啊 其实也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块钱一个吧 所以这个我是蛮喜欢吃的 水蜜桃又一盒 买了两盒 买了两百八盒的酸奶 一包白糖 一包绿茶 一盒豆腐 两盒豆腐 他们豆腐是这种一小盒一小盒装的 然后两个番茄 两个番茄 总共就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蛮多的 总共看花了多少钱啊 这是小票 总共花了6664日元 我们就算7000日元吧 因为300日元的话就是18 18我们就算7000日元 7000日元的话就是420块钱 420块钱减去18块钱 相当于正好就是400块钱 人民币整400块钱 你觉得贵不贵呢 当然这个仅仅是人民币换算过来的一个价格 就是400块钱 但是你不能单纯的以咱们国内的人民币来算 因为日本呢 他们的人均的GDP呢 是中国的六倍到七倍的样子吧 然后日本呢就是正常的打工一族吧 或者说上班一族的话 他们的收入呢 也基本上是中国的至少有三倍吧 三到四倍肯定是有的 换句话说就是400块钱人民币的东西 如果按照他们的收入标准再来衡量的话呢 我觉得不说是100块钱吧 差不多也就相当于这么国内200块钱的东西 就这些 相当于是国内100多200块钱吧 你觉得等同于国内一200块钱的东西买这些 你觉得划算吗 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日本的一个物价 好吧 今天我还犯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自己靠手来拎回来的 所以我没买太多的菜 买的呢都是一些水果 我明天可能还得下班再去一趟 再去买一些菜回来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这个样子 以后呢 我会拍更多的关于日本生活方面的一些视频 分享给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